看往这里面 蔚蓝的大海 它这边迎着的应该是这一个渤海 今天还不是天气最好的一天 天气比较一般的一天 但是感觉风景已经都是相当的不错了 那边云雾缭绕的 大家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吗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不仅我现在来过 当年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也来过 那边是原来秦始皇养马的地方 在一个岛上羊马的地方 东旬 所以它那个岛叫阳马岛 你看这边 我的天哪 太漂亮了 太壮观了 这边都是一个渔船 应该是当地的可能渔民就住在这里 他们有的人可能是住在船上的 我看看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纪录片也是这样的 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就住在这里 好像是真的 这一个平台是住人的 然后这个船是用来交通的 你看这 哇这是一户户的渔民都住在这里 这个跟对面的那个富人区相比的话 他们这个居住环境确实要差很多 都是这种临时的住所 但是看着还是很漂亮的 你看这 不过也只是看着漂亮 这个如果实际上在上面住久了 其实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 再往这边看一看 哇这边就是这个岛上的 哇我们现在也相当于是登岛了 本来说看富人区的 现在看着看着看着这边登岛了 因为也是太神奇了嘛 不要讲我们就是这么随性啊 最后我们返回来会就看那片富人区里面的模样了 就这么随缘吧 看着这个里面 哇这环境都超好的 这好像也是一个旅游岛啊 据说这个曾经还爆红 据说曾经在这个抖音上面还爆红过 哇现在整个好像整个云雾就只绕着这个岛啊 其他的地方都是这个正常的 说明这个岛也是很神秘啊 也不是很高啊 也就一百来米 就这个雾气就在这边笼罩着 都往里面都看不清楚 不是什么模样 我们环下四周看一看啊 好像只有这个岛被罩着啊 这也太神奇太神秘了吧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在这里笼罩着吗 完了这往回望着吗 好像也被这个雾给笼罩了 没有啊这边 这边大陆这边是没有被雍雾笼罩的 这边还比较正常 你看我这边 整个这边对面这边都是富人区啊 你看看跟这个岛这边的对面的这个环境一比啊 也看得很明显啊 外面的环境比这边要好很多啊 也就是这个也没隔多远啊 说是一海之隔 其实这边隔的海也不是特别的宽 你看就是一眼就弯过来了 太神奇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现在有种仙道苗苗人道茫茫的感觉了 它这上面也是有这个公交这上面运行的 主要估计也是靠公交 这边就是当人地村民住的地方 看看他们村民住的地方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底层人民和这个有钱人民 底层人民和有钱人民的这个生活差距之大 也是远超想象的 这边都是这种啊 民房围着一个小寺院 好像应该都是渔民啊 我看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渔具 渔网什么之类的 再往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啊 因为这个雾气太大了 望不过去啊 往那边好像就是这个群山的 就林海这边有一个村庄啊 路去太大了 我们看能不能再往里面近一点啊 这个太神秘了 有点太神秘了 太神秘了 近不了 太神秘了 无法靠近啊 往那边的话好像就没什么信号了 也不是特别远 被一片神秘笼罩的岛屿啊